我還真的隨便講 我那邊是太多了 老婆講講太好了 你記不住了嘛 我沒有記不住 但是我只要告訴你 我還提醒大家 我知道你是資深一等司官長 你不要講話 老爺 你不要講 你摸著還睡點 好不好老人我跟你說 沒有啦 謝謝 你來講好了 因為他最近受了委屈 他最近真的受了委屈 什麼委屈 你只是這樣他講好不好 沒有啦 可是最近有節目嘛 然後就是在節目說 我很會買那個小朋友的東西 小朋友的東西 喔 漂亮 對 然後就是 那個網路上的那種網友 就是寄訊說 他太敗家 還有勸辦人說 跟我離婚算了 對啊 他就直接說 像我不會敗一半 我都幹什麼 像我會這麼貴 哈哈 真的嗎 對不對 然後我看了就 有這麼嚴重啊 對啊 因為別人不小人嘛 可是你要不知道 那些東西 他是買了再多的那些東西 還不是都在 就這樣都 就賣掉了 賣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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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捐出去 是啊 不小的 不了解 就一直講 來老婆 這麼多拜一家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 然後他就 有一天我發現他上網 然後就幫我評斩一件事情 他就說 其實我老婆平常也都不買 什麼很貴的東西啊 然後他 不買包 不買錢 可是他花的錢 就是 是買給我們 全家有什麼 對 我沒有一個名牌包 真的 可是 可是 換一個叫不叫 你 會不會 會不會覺得有點問題 我這樣講 就是 因為你就是這樣 我也沒有買貴的 或是我買太多拉的 就輸出什麼 如果是在一般 說實話 如果是在一般人家的話 買了就買 那就因為你家的單位 那當然 其實當然說 所以這類 他有 有被批評的地方 他當然也有好處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而且有時候 都會想到說 為什麼 我就是這樣 大家幹嘛這樣說 對 因為他就是 因為他不是這個環境的人 對啊 而且 你一定有他照顧你 不然你就要送榮名字 今天都特別帶來一個 這個怕你做太痠了 哈哈 哈哈 這個不是 這是什麼 沒有 沒有 這個是 我跟你講 我們這樣說好了 每一位新手爸媽 在小朋友還沒出生之前 對任何一樣 小朋友的東西 都會是好奇 當然 都會是新鮮的 還沒有出生之前 你是都不清楚 你看到每一樣 對於是小朋友 好像 都會想買 那老婆呢 就在那個時間 你知道你也知道 一個故事 他也不能做什麼事 他就在那邊 就找一個小朋友的東西 這個好啊 這個不錯 我們就把它買回來了 那現在這個東西呢